大家好,这里是宋舒心雨,昨天我们做了一期B站上真可爱呆网友,他合成一种LK99的一种特殊的路线和方法 我们当时和德雷斯顿工业大学的格西尔博士的合成的路线的论文做了个对比 并且我还手挺勤快给格西尔博士直接发了个邮件,给他介绍这个视频 没想到格西尔博士回复的特别快,很快就给我回过来了 讲了他对这个实验的看法,当然在真正他同意之后,我把这个邮件内容也转给了真可爱呆网友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格西尔博士,他介绍的邮件的内容 我给他讲的就是说,中国有这么个实验,他采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 合成了样品,可能还比较纯,能实现这种半悬浮,问他的看法 然后他说,很感谢收到我的YouTube视频链接,也很高兴的我能以这个友好的方式提及他们的工作 使用这个演化签加零酸签加零酸酮同合成这个LK99的这种方式 但是他说,他说我们并没有成功的通过这种方法获得良好的LK99项 注意,就是这第六条线路,他是论文里写的,他们是做了严格的测试的,并不是一个直观的感受 他说,不过这似乎是合成LK99一条有用的途径 这是上面,右上角是这个邮件内容 那么因为这个合成路径不需要使用过量的铜或者硫酸签 因为这两种东西可能会产生杂质 在我们的尝试中,我们是在空气中进行合成的 同时把样品保存在薄干锅中 不过也许可以使用抽真空的实音管 通过这种方式制备LK99 另外对于半悬浮现象 他说可能是由于某种铁磁性的微量杂质 就是恒量杂质,就是刮刀中的铁或者箍造成的 那也可能由于这个前铃文师中的他的像里边 这个一些强词性和某些铜机杂质的铁磁性造成的 他大概指的也是刘花亚童 不过呢,他坚信这种效应不是超早造成的 这是哥希尔博士给我的一个回复 我就转给这个真可爱单网友了 看出来呢,大家对这个东西都是表现中很强烈的兴趣 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主题紧追不放的一个原因 那今天我们其实还继续读论文 实际上是昨天我整理好的 一共六篇论文,昨天读了三篇 我们继续后三篇论文,越往后,论文也有意思 第四篇论文是印度理工学院的三个机构的合著论文 论文首先讨论了这个史门超导的一些目前问题 他的题目叫呢,关于AK99可能具有超导性的实验证据 是AK甘孤立教授团队发表的论文 刚才我们讲过,他们说呀,迄今为止最高温度的超导体 需要非常高的压力或者极端的磁场 然后呢,他们就介绍了LK99 因为这种材料呢,具有一些被认为史门超导所必须的关键特性 LK99啊,具有平带 这意味着呢,大量的电子可以占据相同的能级 这被认为呢,对于超导性很重要 因为它是电子的更容易配对 这是视频中的尼赫鲁大学三家机构合著的论文 另外他还说呢,LK99具有很强的这个电子和偶合作用 这意味着,LK99中的电子可以与金格的振动发生强烈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呢,可以提供打破库博多斯所需的能量 这是超导的必要步骤 这依然是依据传统超导的理论对这个事情的分析 然而作者还指出啊 在LK99被认为是史闻超导的可行候选者之前 还需要克服一些挑战 一个挑战是,LK99是一种窄带材料 这意味着呢,电子很难配对 另一个挑战是,LK99是莫特巨原体 这意味着电子很难移动 那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LK99啊,不太可能是史闻超导的候选者 但该研究呢,结果呢 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呢,仍具有相关性 他们相信啊,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导致新材料的开发 这些三材料呢,更有希望成为史闻超导的候选材料 所以论文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们合成了铜和镍掺杂的千铃灰石 与温度相关的电阻率 揭示了LK99在低温和高温范围内的绝缘性质 温度相关的穿透深度测量排除了该样品中任何抗磁通量的排除特征 就是不抗磁 温度相关的交流磁化率揭示了陈涅的LK99的顺势性 尽管刘花亚同作为杂志项存在 但我们的结果并不支持LK99中的超导性的任何观察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呢 LK99呢,不太可能成为史闻超导性的候选者 那进一步还可以研究 那印度论文里边吧 没有说他们做了哪些具体的测量 用了哪些设备 实际上啊 就是没有做材料成分的详细检测 我个人感觉啊 他们测试的数据有限 远远低于所有中国大陆院校的实验结果 包括早期的几个实验 你看中科研物理所的论文都写了啥 利用光学扫描电子原子 扫描金刚石弹空位显微技术啊 一套扫描电竞啊 设备就六七百万人民币啊 还不算建筑 是吧 周边配套设备 你们小的单位 小的科技组啊 恐怕还真用不起 所以这后边呢 就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五篇论文 第五篇论文啊 是德国汉堡大学的论文啊 有利润物理学家 Tim Willing团队的 Nikolas Witt等人发表的一篇论文 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四位作者的情况 这个Nikolas Witt呢 是汉堡大学的一个理论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 他的导师就是那位Tim Willing教授 他的研究方向的主要就是计算凝聚态理论啊 主要关注前关联电子系统的电子结构啊 已经发表了多篇超导 托普学院体和磁性主题的论文 那这个Tim Willing呢 就是汉堡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 思良博士 这里边又出现了思良博士 使大家很熟悉了 之前呢 介绍过他两篇研究LK99理论的论文 这是他的第三篇论文 应该说啊 除了LK99团队之外 思良博士目前可能是发论文最多的人 思良呢 是2010年本科毕业于中国西北大学物理学系 应用物理专业 2013年呢 硕士毕业啊 在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研究专业 2017年呢 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呢 博士毕业 那么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博士导师就是后边这个Caston Held教授 随后呢 在维也纳大学中科院材料所 和维也纳技术大学呢 开展这个博士后研究 2021年呢 加入了西北大学物理学院 也是从事这个凝聚态物理中的 强关联电子体系的理论模拟和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法为密度泛含理论 研究了多种以电子强关联效应驱动的 量子衍生现象 在很多重要的物理期刊 发表过重要论文 Caston Held 就是思良留学期间的老师 他是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的 固理物理研究所的教授 他的研究方向呢 也是强关联电子系统 我看一下这个论文 这是这个论文的封面啊 那论文的作者呢 描述了他们自己的工作 这个工作主要研究了LK99中啊 电子驱动超导的可能性 他们使用的从头推导的同轨道的双能带模型 并根据约束随机相位近似 确定相互作用值 然后啊 他们采用波动交换 Flix方法的进行计算 以评估轨道的自旋波动和这个 十分超导性 这个问题 那论文的结论是什么呢 论文的结论呢 是即使他们认为啊 使用不同掺杂和相互作用 作者也没有在LK99中呢 发现任何不同的这个现象啊 就是没有任何超导性的证据 他们认为呢 LK99啊 不太可能成为史文超导的良好候选者 然而他们也指出啊 他们的分析呢 存在两个漏洞 首先呢 他们只考虑了最小晶包的周期性晶体 正如实验结果所表明的那样 无序晶体中的超导性可能会得到增强 其次呢 他们没有考虑阿不得代的影响 这在称杂木特绝缘体中很重要 如果考虑哈不得代 LK99可能存在超导性 总的来说呀 作者得知的结论就是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LK99 是否是史文超导的良好候选者 这是汉堡大学的论文 这样是汉堡大学 西北大学和这个伦敦的大学和维也纳的 这四个国家的科学家的一篇合著论文 包括中国的啊 那好的 我们现在读最后一篇论文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篇论文 这是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学院理论化学系教授 伊泰帕纳斯的论文 伊泰帕纳斯呢 是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学院化学和生物工程系的理论化学的教授啊 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呢 这一篇论文在LK99 你看这个词用的 Entertaining Entertaining 谁说这个搞科研的人死板啊 你看紫飞鱼安置鱼之乐是吧 人家烧炉子搞模型也是乐在其中 Entertainment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那是个名词 那洗个澡啊 唱个歌啊 Massage 按摩一下 是吧 我的朋友老发讲故事啊 昨天去的马来西亚的新山 发现住的宾馆一到三层 全是理发染发按摩 全是Entertainment 人家这个当Entertaining的时候啊 他是动词是吧 他描述呢 探索某事的时候 通常是在一种开放好奇态度 考虑新事物和新方法 所以你看这个心态啊 这个心态搞研究 才能出成果 是吧 你不能满肚子阴谋论 一看 韩国人有论文造假的前歌 这个LK99也是一言假 非黑即白的这种思维方式 要不得 那不瞎扯了 我们先看论文题目啊 大家看到这个论文题目了啊 他就要探索LK99中 RT超到的可能性 RT就是Room Temperature啊 室温超到的可能性 论文里的介绍啊 讲到呢 LK99呢 是一种具有潜在 室温超到的材料 这意味着呢 LK99啊 可能在高于绝对零度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超到 但是呢 这意味着啊 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 但是LK99中呢 存在一个隐藏的平千代 它对电荷密度波的形成的不稳定 电荷密度波呀 是一种 在固体中发生的量子相变 它会导致电子的能量水平发生变化 这可以导致超到的发生 电子呢 从千 这个CDW导带 和千三D9 或者千三D10杂质态 转移被认为是LK99中观察的 类似于室温超到现象的体现 这意味着电子呢 从千代转移到了同杂质态 这会导致电子的能量水平发生变化 这可能导致超到的发生 这是这个论文的内容啊 那LK99中呢 存在的电子系统的不稳定性 也反映在化学不稳定性上 我们看这个分子式 有一个分子式挺长的 他说呢 这个二千十杠X同X 磷酸六氧 它反映成呢 千二十杠2X同2X 磷酸十二一样 这意味着呢 LK99啊 在特定的条件下 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 这可能会影响它的超导性能 那这些发现啊 为调节LK99材料的厚处理 以及对其进行处理 提供了启示 这意味着呢 可以通过特定的厚处理方法 来提高LK99的超导性能 想到什么了朋友们 韩国那个薄膜 对不对啊 下面是更详细的这个介绍 那作者呢 就是首先讨论了这个 室温超导性的可能啊 他们认为呢 最过去啊 是高门超导的需要 非常高的压力 或者极端的磁场 然后呢 现在呢 LK99呢 就是在室温超导 就提供这种可能性 因为它具有平带 意味着大量电子呢 可以占据相同的能级 这对超导来说很重要 因为它是电子 更容易配对 LK99呢 还具有很强的电子偶合作用 这意味着LK99的电子 与金格的震怒啊 发生强烈相互作用 而这种相互作用呢 可以大破库布对 所需要的能量 这是超导发生的必要步骤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哈 在现阶段啊 他们不会进一步讨论 可能的 室温超导性的任何机制 而是鼓励基于上述内容 对这种令人兴奋的材料 进行重新研究 鼓励研究 千亚金格中的生子与缺氧 就千石杠X同X氧 磷酸6氧中同相关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为他们共同控制千相关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CDW传导 包括这个平台之间的电荷转移过程 那么据了解 随着X增加 就是X超过X等于 就是大于等于1的时候呢 氧缺乏会越来越容易发生 显然在环境空气中 必须保护LK99中的 这种重要的缺氧现象 那作者认为呢 LK99是进一步研究的 有希望的候选者 就是室温超导材料啊 认为呢 它相对便宜 而且一与合成 他相信呢 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导致 实用且价格优惠的 十分超导体的开发 嘿嘿嘿 哎呀 好了 一口气给大家读了六篇论文啊 包括昨天三篇 今天三篇 有中科院的 有印度的 有美国加拿大的 也有德国瑞典奥地利的 既有理论研究 也有分析实验结果的 到现在为止啊 恐怕有上百个一线的博士啊 在烧炉子 建模型 你说这个没意义 你懂还是那些受过十多年凝聚在折磨和材料的科学家懂啊 所以啊 从今天的论文来看 这是一个高产的研究方向 估计啊 还会有更多的论文出来 特别是 我们今天看了 那个真可爱呆网友的那个实验 我都有在家里边做实验的冲动了 因为之前的那个论文里边 很多那些单指 像单独买零 你个人是买不到的 剧毒的依然的 你买不到的 但是这些化学用品 在家里是可以买到的 哎 至于炉子什么呢 你可以借用嘛 是吧 哈哈哈 脱法练钢 我也可以 我正在走路走路的事 搞不搞啊 会不会引起新的家庭优分 哈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 那昨天和今天这六篇论文 一共花了两天时间总结 你可以想想 人家写这些论文得多难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请您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 希望大家多交流 再见 拜拜